日本遇到皮条客?柯鹏宇吃犬并不能量 28岁的柯鹏宇出道一年多,近日演出电视电影《我的闺蜜女友》,也曾演出客家电视台戏剧《落日》及发行单曲,被之前徐若萱在日本的经纪人看上, 要协助他在日本发展演艺事业。 抢在出国之前,柯鹏宇先到访台义大学解开的墨西哥卷饼小店,和学姐叙旧之外,也为出国发展前充饱能量。 柯鹏宇和我们约在NALS Mexican Food,这是他台义大学解开的墨西哥卷饼小店,柯鹏宇和学姐说了好多次要到访,却始终没去,还被学姐很亏。 柯鹏宇之前经过还装没看见,但不是感情不好,其实柯鹏宇在大学时和学姐常常合作,但后来出道之后,有书忙,有时懒,一直没机会去。 柯鹏宇毕业于台义大戏剧系,和有浓浓艺文风的中正区朋友渊源,像是古顶街小剧场或是两厅院都是他常涉足的看戏场所。 而NALS Mexican Food就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捷运站出口附近,店里位子不多,都是露天的吧台座位,很受外国人喜爱。